今天一个大哥问我 你们送外卖的 是不是每一个月都越过入万 越过入万 太少了 来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一个数据啊 一共跑了50单刚好 跑了70多公里 在那235块一毛 从早上到10点半以后开工的 现在是晚上到10点45分 中午吃饭 休息了一个小时 说实话还挺忙的 因为系统忙 也把我们的时间卡得死死的 真的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 休息 给你们算一下 像我这样普普通通跑外卖 就算30天嘛 一天都不休息 一天跑50单嘛 那一个月就1500多单 给大家算一下哈 大概多少钱里面大概新流速 然后 今天早上 吃了一碗稀饭 两个包子 花了5块钱 然后中午的时候 又吃了 一碗盖酒饭 花了12块钱 晚上到现在还没吃饭 肚子还饿着 说实话 你们说我能签多少钱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今天又给女儿 拿生活费 上个星期 给她发了30块钱 她说吧 太少了 今天礼拜一 又给她发了50 回家车 还有租车 房租费 你说我每个月能签钱吗 签不到钱 所以眼看 马上还有20多天 就过年了 说实话 像我们这三五人员 好几怕 第一 怕自己身体累垮了 第二 怕父母年龄 大了 第三 孩子大了 压力也挺大的 真的 有时候想象自己心 兜里面 连100块钱 生活费都拿不出来 给你 给儿子女儿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不努力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0号 星期一 今天的主要呢 是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个中国经济 主要呢 是中国墙里边 这个就业 找工作 行事的这个最新的信息 还有解读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 是聊过 就是今年中国的 这个经济状况呢 它是特别值得 大家呢 去关注 因为今年呢 是中国结束清零 完全躺平以后的第一年 过去三年里边 中国这个经济状况不好 中国经济不断下滑 中国官方 还有中国民间 还可以用这个清零 用封城 作为这个借口和理由 但是呢 在今年 这个呢 就不可以了 所以呢 观察今年中国的经济状况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中国经济的这个情况呢 他就可以完全去检验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在几年前提出来的 这个中国经济 主要要靠内循环 他的这个新的治国理政的方略 到底管不管用 到底行不行 狗哥认为呢 今年中国经济的这个情况呢 也可以很明显的决定 接下来这个五年十年里边 中国这个所谓的啊 国运啊 这个呢是中国最广大红狼们 他们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啊 就是中国的国运 今天没办法头 给大家分享的小视频 狗哥呢 没有仔细去查 这个是发生在中国的哪个城市 小视频里边 是一位中国这个美团的 送外卖的小哥 这个职业在中国墙里边呢 好像是叫外卖骑手啊 或者叫外卖骑士 那这个视频呢 是他在大概两个月之前录的 就是在这个春节之前 这个小哥呢 是讲了他在当时送外卖 挣钱的这个情况 他应该呢 是在中国墙里边的某一个大的城市啊 那所有中国大城市里边的 这些个外卖骑士 他们挣钱 他们工作的这个情况呢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这个小哥 他具体在哪个中国的城市 这个呢 也不是太重要 那这个美团小哥 当时他一个月能够挣多少钱 大家从视频里都看到了 他平均呢 是每天能送50单的外卖 每天差不多都要工作12个小时 一个月30天 基本上都是这个不休息的啊 每天都要工作 那一天下来 他送这个50单外卖 能挣到200多块钱 平均每一单的这个配送费呢 是4块多钱的毛币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以前这个中国城市里边 送外卖配送费的水平啊 平均每一单呢 是能挣4块多钱 这小哥呢 他每个月是30天都干活 从来不休息 那一个月的总送单量 是差不多1500个 那他每个月能挣到的这个钱的总数呢 是大概六七千块钱 狗儿认为呢 这个呢就是中国墙里边 这个大城市里边送外卖 做外卖骑手这个工作的真实的收入 每个月30天都去干活 从来不休息 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间都要超过10小时 那这样下来一个月呢 大概能挣个六七千块钱 所以呢 这个曾经挂在中国粉红们嘴上的啊 说这个中国经济啊 是太好了 中国经济啊 是太强大了 你随便去送个外卖 去工地上搬个砖 每个月呢 都能够很轻松 挣超过一万块钱 以前这个呀 完全就是中国粉红们 他们脑子里的那种想象 不知道 最近这几年折腾下来 到今年中国经济的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没有粉红会这么讲 会这么认为 刚才给我说了 影片开头小歌的那个视频呢 是在两个多月之前录的 那现在 他们的这个送外卖的收入呢 会更低 大家来看最新的一个消息 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深圳 美团最近呢 是正式发了通知 通知起手们说 外卖配送费呢 是大降价 大量订单的配送费呢 都只要三块多钱一单 最后说 深圳这座城市的外卖配送费 进入了三块钱的时代 刚才说了 视频里的那个美团小哥 他是两个多月之前录的视频 他当时能赚的这个外卖配送费呢 平均还是四块多钱一单 那一个月 他送了一千五百单 就能挣个六七千块钱 那现在 随着这个中国墙里边 外卖配送费的这个普遍的降价 现在呢 是降到了三块多钱一单 那那个小哥 他是不是现在一个月 才能够挣四五千块钱 这个呢 对他来说呢 是少了很多 中国墙里边的很多网友 应该呢 都已经意识到了 就是最近几年来 中国外卖的这个配送费呢 他是一直在下降的 大家来看 发生在两年前 在2021年这个时候的一个新闻 美团配送费 获降百分之三十 百名外卖小哥怒怼 得赶多少单 才能弥补损失 当时的这个新闻呢 也是发生在深圳 当时呢 也是美团这个平台呢 他要降低这个配送费 从以前平均的这个美单 挣六块多钱的配送费 要降到美单四块多 这个呢 是发生在两年前 所以呢 在两年前这个时候 中国墙里边这个外卖配送费呢 是从平均美单六块多 降到了四块多 那现在又从平均美单四块多 降到了三块多 这个呢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 那大家呢 也就可想而知 这个状况 对外卖骑手们 他们的收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墙里边外卖配送费它会持续下降 这个呢 反映出来中国经济上的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呢 他就能够反映出来中国经济里边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 就是最近几年来 中国墙里边这个点外卖的人 它是少了 外卖订单的这个总量呢 是少了 那这个呢 就再次反映出来中国经济的内需 它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老百姓在消费上是减少了 他们不敢 或者说呢 他们是没有能力 像以前那样去花钱买东西了 其中这个包括外卖 他们呢 也少点了 现在 美团 他作为这个外卖平台 强制降低配送费 主要呢 就是要减少用户们的负担 鼓励用户呢 多点外卖 这个呢 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呢 美团 他的这种做法呢 是让外卖骑手们 去完全负担这个代价的 这个呢 就导致外卖小哥们 他们的收入呢 是严重减少 这个呢 就是这个状况 他能够反映出来的 关于中国经济的 第一个情况 就是最近几年来 中国的这个内需啊 中国国内的消费呢 是持续紧缩 中国的普通人 他们不敢 他们呢 也没有能力 像以前那么去花钱了 另外 中国墙里边这个外卖配送费的 持续降低 也是因为最近几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进入这个行业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呢 把送外卖 作为他们的这个正式的工作 这个状况 就是中国网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叫卷 这个呢 也是美团这样的外卖平台 他可以有底气 去压低外卖配送费的主要的原因 因为现在呢 有太多人都愿意去干外卖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如果说有人嫌这个外卖配送费降低了 收入减少了 他们不愿意干了 那这个呢 对于平台来说呢 也无所谓 反正这个 有的是人 愿意干 有的是新人 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干 配送费降低到这个三块多钱一单 甚至说在将来降低到两块多钱一单 还照样有人愿意去干 这个呢 就是标准的卷 这个呢 就叫内卷 那这个他能够反映出来整个中国经济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显然呢 就是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就业 中国墙里边找工作的状况呢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有大量的中国的年轻人 或者是中国的中年人 甚至说老年人 他们都没有工作 他们找不到其他的工作 所以呢 他们就都愿意去送外卖去挣钱 即便是外卖配送费不断降低 也照样有大量的人愿意去干 这个呢 就反映出来中国墙里边 这个就业的状况 最近几年以来到现在 持续在恶化 持续糟糕 而且呢 即便是送外卖这个工作 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呢 都很可能找不到 大家来看 也是最近的一个消息 说这个 广州美团的外卖骑手的名额满了 不再招新人了 这个呢 是自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而且呢 说这个广州美团的外卖骑手里边 有本科学历的人呢 已经是接近30% 送外卖这个职业 已经可以说呢 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这么一个行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外卖骑手啊 一个中国的网友 他自己的现实说法 说 今年啊 确实呢 是非常的卷 有太多 零零后的年轻人呢 都过来跑车送外卖 说深圳的美团呢 也满园了 这个状况呢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至少在他本人所在的站点 以前呢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满园 不再招人的情况 这个呢 是第一次 这位网友呢 他是问过新来的一两个人 普遍呢 都是找不到其他工作 才过去送外卖的 中国的广州 深圳这些地方 送外卖行业的这种卷 而且呢 竟然是自古以来第一次出现 外卖骑手也满园 不再招新人的这个情况 就能够充分反映 现在中国墙里边这个 失业状况的严重 找工作是极端的不容易 而且呢 大家呢 也都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 首先 中国在深圳 在广州 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这个 是不是也验证了 前一段时间 狗哥重点给大家分享的 中国的外贸出口 出了大的问题 有大量的中国外贸工厂 他们现在呢 是没订单了 就是因为中国大量的 外贸工厂没订单了 就导致外贸工厂里边 原本有的大量的工人呢 失业 他们没有其他的工作去做 他们找不到其他的工作 所以呢 就有大量的人呢 去送外卖 挣钱 结果呢 就导致现在这个送外卖 这个行业呢 也卷的不行 甚至说呢 都没有这个工作岗位了 主要呢 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广东 广州深圳 这些地儿呢 原本主要呢 就是靠这个外贸产业 这个呢 就也验证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啊 它确实是衰退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从中国外卖行业这个最新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经济的三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 就是内需 国内消费是不断的下滑和紧缩 第二 中国这个外贸出口呢 它呢也是在不断的下滑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是尤其严重 第三个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就业环境啊 是不断恶化 失业的状况呢 是越来越严重 那关于这个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的情况 我在去年呢 已经是比较详细的聊过这个问题 当时呢 是跟大家分享 是中国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呢 已经是超过美国还有欧洲 而且呢 是远超美国和欧洲 中国年轻人 在当时失业率的那个数据呢 已经是接近在当年中东国家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前的那个情况 但是给我讲了 大家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存在一个普遍的规律 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太高 如果一个社会里边有太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那这个情况对于这个国家的稳定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就会导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很容易出现大的乱子 那现在大家再回想一下 去年年底 中国一些大城市爆发的这个白纸运动 是不是也会认可 这两方面可能 它呢也是有联系的 白纸运动的发生 当然呢 主要是中国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反对继续严格清零 但是呢 爆发这个运动 狗人认为呢 跟这两年中国这种就业形势持续恶化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感觉找工作很困难 也有一定的联系 中国的网友们都会知道一句话 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边啊 面对像这个严重失业这种巨大的危机 首先爆发 最容易爆发的肯定呢 就是年轻人 中老年人呢 基本上只会在沉默中灭亡 狗哥这么说话 并不是在贬低这个中老年人 狗哥自己呢 基本上也快是这个中年人了 狗哥这么说呢 只是在描述一个比较客观的社会规律啊 就是一个社会里边 最容易爆发的肯定呢 是年轻人 而且呢 肯定是那些大量失业的 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而且呢 年轻人失业这个情况 在今年的这个中国呢 它可能会尤其的严重 可能这个比去年的情况呢 还会要严重 今年中国年轻人真实的这个失业的数据呢 会比去年呢 还要高 大家来看啊 也是一个最新的新闻 今年北京高校毕业生人数约28.5万 朔博毕业生人数首超本科生 他这儿的这个最重点的信息 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帝都北京高校里边这个研究生毕业的人数 他会自古以来第一次超过本科生的数量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出现这个情况 他最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狗哥认为呢 最能够说明的还是最近几年来 中国的这个就业环境呢 在持续的恶化 中国大学里的这个很多网络都会知道 之所以最近几年来 有前所未有的本科生都去考研 去继续读硕士读博士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呢 就是四个字 延迟毕业 那为什么要延迟毕业 最主要呢 就是在中国这个本科生 毕业以后这个工作呢 不好找 找不到好的工作 所以呢 中国大量的这个大学生啊 本科生 他们就延迟毕业 去继续的读研 假装自己呢 还在上学 假装自己呢 不需要去找工作 但是呢 你这个再延迟 你总是也要有毕业的那天 所以呢 就导致了现在 在今年 北京的这个高校里边呢 是第一次出现研究生毕业人数呢 是超过本科生的这个情况 就因为在过去两三年 这个延迟毕业的人太多 结果呢 都攒到了今年一块啊 不得不毕业了 所以呢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那看到这儿 很多网友呢 肯定呢 又想到了那个词 就是卷 今年中国大学里边 这么多的研究生 他们集中毕业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即便是研究生毕业 这个工作呢 同样也不好找 而且呢 在他们的这个冲击之下 普通本科生的这个工作呢 就更难找了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一种标准的卷 这个呢 就会卷的让这个中国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就业环境呢 会进一步的恶化 而且呢 刚才那新闻里说了 今年中国全国这个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呢 会达到1158万 这个呢 也是一个历史新高 而且说 最近几年来 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出卧比例呢 是明显下降 同时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人数呢 是在增加 再加上一部分啊 网界这个毕业的未就业人员 那今年中国毕业季的这个就业形势呢 仍然会比较严峻 所以呢 狗要说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 中国年轻人这个失业情况呢 他呢还不是最严重的 到了今年5月份6月份那时候 可能呢 才是最艰难的时刻 一下子会有1000多万的这个 大学毕业生呢 都进入就业市场 他们都要找工作 他们都要找饭吃 估计呢 也会有很多人呢 不得不去靠外卖挣钱 去养活自己 如果到时候 他们还能够找到送外卖这个工作的话 在最近的影片里 狗哥呢也聊过 就是今年5月份6月份 那个时候 中国的经济数据呢 是尤其重要 包括中国的外贸出口 中国的内需等等 如果说 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这些数据呢 还是没有大的改善的话 那这个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了 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 它已经是跌下悬崖了 它已经不是在这个缓坡上 在加速下滑了 它已经是从悬崖上掉下去 已经是这个自由落体了 所以呢 到时候 大家呢 对这些数据呢 都可以去密切的关注 好了 那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拜拜